哇 很便宜 這個Gerger雞煲飯 澳門朋友極力極力推薦我們一定要試 他真的在後面這樣 很入味很美味 這裡的豬油渣 再加這個辣豉油 令到整個面昇華了 這個豬油渣真的很出色 香港的那種很軟的 澳門要cafe的話就可以來這裡 最愛的飯焦 是這個椰芒小丸子 超多 澳門的朋友我不是的 大家好我是卡姐 我們來到澳門啦 你知道我們等了多久 10點半出發 一小時後來到澳門口岸 過關都等了一小時 我們現在來到已經是2點半 3點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東西了 今天的行程是全部有 澳門的朋友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你知道嗎他跟我那張 他在吃牛奶麵嗎 他在吃牛奶麵嗎 我知道 但我們知道要去哪裡 知道 你好 你好 現在來到這間華記 他是很受當地人歡迎的 每天6點就會開店 很多當地人就會過來吃東西 吃完就走的模式 就是快吃 他就出名是咖喱和牛腩 我們一會兒都會來試試 牛腩魷魚 粗麵 要辣要辣中辣 都是咖喱辣 還有橙汁喝 就是喝光了 因為麵要等20分鐘 因為真的太多人的關係 像是鮮炸的橙汁 還吃到有些少許果肉 很開胃 開始呢 我看到麵是很辣 很紅 哇 哇 又不是很辣 他看起來好像很辣 有三塊牛腩 這個牛腩被辣味蓋了 不太吃到咖喱味 但牛腩是好吃 肉質很厚 然後魷魚 有點接近 中後6個小時 是辣油那種 他的魷魚很好吃 你吃了沒有 魷魚很爽口 爽到彈牙那種 先點他的麵 麵很爽口 很彈牙 他爽的程度是 我沒吃過那麼爽的質地的麵 那麼彈牙那麼爽的麵 這個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他的粗幼度 剛剛好 真的很吸收到醬汁 好辣 越吃越辣 他分量不是說很多 聽他們說 平時你吃三碗 還是兩三碗 但是我們今天 就知道會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吃一碗就夠了 第二次是咖喱 牛腩拌粉 牛腩好入味 好好味 這個沒有我的湯那麼辣 這個拌 是辣豉油那種辣 我那個是辣油的辣 拌粉是濃味一點 就是他再入味一點 和他再野味一點 還有他的咖喱味是比較出的 但是湯的話 可能大家吃的話 就叫少一點辣 會好一點 這裡有少少少香港榮記 榮記那種風格 有少少榮記的風格 榮記也是吃這些粉麵 然後也是有很多配料 他是出名雞翼尖 雞翼尖很好吃 這間好像真的沒什麼人 真的當地人才知道 多謝 多謝帶我們來吃 那我們來到這個金美食 這個也是很受地人歡迎的 因為他這個拌麵 是很有名的 是豬油渣底 其實他本身都有的 每碗麵都有 但是我們可以額外再加多一點豬油渣 整個麵是這間店的特色 我們本身是想要 因為他的扒也很有名 就是豬扒 雞扒 牛扒 但是現在4點多 牛扒已經賣光了 那通常牛扒要很早才有 就叫了豬扒 雞扒 右邊再加辣豉油 因為辣豉油 澳門朋友說很好吃的 極力推計 要試這裡的豬油渣 再加辣豉油 所以他就帶我們來這裡吃 我們剛剛只是叫了扒 但是剛剛那個姐姐說 加粒蛋是好吃的 那我們也叫了雞蛋 超好吃 哇 好味 咬的油爆了出來 好好味 好香 蔥油味 驚艷 我明白為什麼要加豬油渣 它令整個麵昇華了 嗯 真的好壞 我喜歡它的蔥油 再加豬油渣 拌麵 還有那個甜辣豉油 辣豉油拌在一起 好入味 好野味 豬油渣很出色 豬油渣真的很出色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油 辣豉油 它的辣豉油很好吃 這個是豬 嗯 它的豬竟然不韌 很鬆化 它的肉 很好吃 很好吃 抹茶 鍋膚 它這個 好像菠蘿包的皮 一樣 不像香港的 很軟的 泡芙 它這個有點硬 嗯 它的表面是脆的 好有趣 裡面的皮膚很滑 和不是很甜 哇 這個好味 它的層次很豐富 脆皮 熱了 它那個層次很豐富 因為它有硬的脆皮 再加上裡面的cream 是軟軟的 而且它不是很甜 所以整體是很特別 因為香港是沒有一個 菠蘿包皮的泡芙 好味 真的好味 嗯 澳門是有兩間分店的 它很出名 這個食甜品 所以大家如果來澳門要cafe 就可以來這裡 甜的 OK 好濃的抹茶味 這個窩夫很正常 好像我們平時 那種是偏硬的窩夫 它是偏乾的窩夫 但是它配上雪糕就OK 就來到這個專食煲仔飯的這間店 這個店已經很多年歷史了 剛見到的就是這裡的老闆 他一把的年代已經在這裡開店了 這裡最有名的 大家來這裡一定一定要試 就是這個 啥啥雞煲飯 啥啥雞和飯是分開上的 有豬油去拌飯 這間是澳門朋友極力 極力推薦我們一定要試的 他真的在後面這樣 鼓勵 就說這個一定一定要來吃 所以大家如果來澳門的話 記得來這個吃 但是他只推薦這個 這個啥啥雞煲飯 他說這個是最好吃的 這個是有蛋 加了一隻蛋 還有它額外有豬油可以滷 吃法就是可以把啥啥雞煲裡面的雞油 再拌在飯裡 這樣就將飯更加昇華 就有雞的香味 但我想說這個啥啥雞 這個雞很滑 很香 有些洋蔥的香味 他們是很脆的 很好吃 重點是它很入味 整件事 嘩 它的醬油是特別的 在香港吃不到這個醬油 香港是外面買的味 那些醬油 我覺得它追了雞 它是有點焦香 有點焦焦焦的 更加香 看看一些飯焦 最愛的飯焦 而且它最划算是有些雞焦焦的 小小的 超好吃 來到澳門未吃的最後一站 就是吃這個甜品收味 很受澳門人歡迎的 他們剛剛都看到是很多人排隊 買的都是這個椰芒小丸子 它就有這個芒果 椰汁和小丸子 這間都是最出名的就是這個 還有我們的澳門朋友都說這個是最好吃的 所以就一定要試這個 好 但是它就是可以take away 就沒得糖吃的 嘩 嘩 好甜 好好吃 好軟 芒果 芒果是超多 整碗都是芒果 芒果 超多 它不是那些很稀的 它是很濃稠 很濃稠 很重的椰汁和芒果味 它應該是醬汁都混了一些芒果汁 所以它不是只有椰汁 那麼寡 嗯 好硬 明明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排隊 大家要吃甜品呢 記得過來買 好了 那今集的澳門美食之旅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 CLSS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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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be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要吃東西啦 Bye Bye 記得Follow我下次 CL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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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S